大家好 我今天做薑葱豉油雞 有雞 生抽 老抽 豉油雞 跟街上有些不同的 住家豉油雞 先燒熱鍋 不用太多油 夠爆薑葱就可以了 先爆薑葱 香蔥爆香 撥開 煎一下雞 爆一下雞 皮下麵 這些豉油雞跟街上有些不同 住家豉油雞 如果要像酒樓那些 不如去酒樓吃吧 燒臘泡很大 現在燒臘泡的雞很便宜 自己煮當然想嘗試豉家風味 這個做法是我同事媽媽的做法 我N多年沒有去我同事家吃飯 因為現在的伯母 顧著臭酸 不空煮飯 所以我很久沒有去吃飯 由於疫情的關係 我同事最近有帶飯 那天我看到飯盒裡有豉油雞 我很想吃 但現在防感染 也不可以飛脹過河甲 唯有自己回來做 我記得怎樣做 煎了這麼久 先看看 不用煎開 就這樣爆一下就可以了 翻一下 少少香就可以了 主要是爆香 讓雞的腥味沒有了 在街上沒有這種風味 每個人都像滷水一樣 放進去就算 再切 再下酒 多些 兩蓋 哇 香到 接著生抽 老抽 一兩湯匙 你自己摔一下 這是老抽 接著生抽的份量是1比1 再下一個 差不多 爆一下 雞肉搅拌均勻 翻一下 不下糖 不下糖 老婆說 如果現在下糖 很容易焦 倒進去 一碗水 不用太多 這樣 蓋上蓋 煮了10分鐘 片蓋看看 我剛才還沒下糖 不下糖 現在應該要反轉去煮 就可以了 因為記得我這裡是半隻雞 如果整隻雞 份量不同 不過我告訴你 半隻雞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半隻雞 斬開了 入味好很多 這樣 現在這個時候就下糖了 我剛才大約兩 兩湯匙醬 左右 我倒下兩湯匙糖 這時候 就反轉 雞 你看到我的雞的顏色 不太深色 但等下煮一下煮一下 就適合了 現在把雞的顏色 反轉去 加了糖 汁會慢慢濃 而且吸入 現在的汁是甜點的 吸入雞腿 就不會滑滑滑的 我現在的骨頭向底 沒有太容易黏 蓋上蓋 再煮多10分鐘 就差不多了 煮了7-8分鐘 蓋上蓋看看 差不多了 你看看 因為有時雞大小不同 你看看 退骨了 夠了 不要再煮了 撈起去 我滾去這邊 鎖一下醬汁 接著可以撈 醬汁 你看看這個稀稠 其實都可以 對的了 不用說收到全貼 上碟 上碟 我給近鏡你看看 是不是 顏色都很漂亮 這種香味 街食的時候 雞不會有 等一下要攤一下 然後剪去上碟 你用刀刀當然要斬 斬會更漂亮 我勞勞勞勞 用剪刀剪算了 讓它先攤一下 這個鑊的醬汁 我收到 好像 你看到稀稠嗎 是刮碟的 就是這個樣子 待會就過來 點回雞食 其實不點都夠味 但點了就更棒 還有一件事 很重要的 點雞 要放芥油 在這個醬汁 放進去 絕配 芥油不用太多 一茶匙 這樣就有滑濃點精的效果 我今天做了一些好食物給你吃 很厲害 好像烤雞 什麼 醬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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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撕給你吃 本來想剪 不過剪要放冷才剪 很想吃 很心急 你先試一下 給點肉 什麼肉呢 你放一個碟 我隔不得 趁熱吃 好吃嗎 很滑 特別滑 今天吃雞 特別滑 你吃多點肉 留點骨 給我 骨才正 醬汁 你試一點點醬汁 很棒的 這些 是的 那些是豉油雞汁 是不是點了更棒 有些麻油和醋 沒有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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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油和豉油雞汁 是否很棒 豉油雞汁 即是你煮的時候 那些醬汁 是的 很棒 趁熱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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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